前文再續就書頁上一回 昨天說到,歷姓南親自來送口禮 谷之華就說,你來到我已經是多謝不盡了 何必還傀儡禮物呢? 怎料歷姓南就說,你不用客氣 其他禮物你可以不收,這件禮物你非收不可 不,谷之華就這樣說,即時疑雲大喜 唯有就說,如此小妹拜寧了 易師兄,就請你把歷姑娘的口禮收下 易仲某都未來,歷姓南笑著說 這個禮物我想先請姐姐你過目 不是小妹我這樣厚顏自誇 這件禮物的確不比尋常 尤其對於貴派更加珍貴無比 講完,歷姓南非常鄭重地捧著一個四方盒 走到谷之華面前,然後一隻手慢慢揭開了 望山派的弟子各個閃大雙眼,想看裏面到底是甚麼貴重的禮物 插時間,只聽谷之華一聲尖叫,只見有顆人頭閃了出來 嘩,眼眉胡蘇都露漲,神色如生 竟然是孟神通的首級 孟神通首級一眼,全唱驚呼 因為大家知道,在千丈平比武之後 雖然唐曉蘭斷定孟神通必死 但始終未見到他的屍 武林人士都未能放心 因此,這三個多月來 各派人等都視為搜索 如今突然看到他的首級在那裡 有甚麼法子不驚叫呢? 歷聖南得戚就說 怎樣啊?我送來了貴派仇人的首級 大概,這裡沒甚麼禮物比他更好 這一陣,大家看著谷之華 谷之華整個鵝若木雞 靈魂都出了竅 一句話都說不出 歷聖南想扶他 誰知,他已經不由自主地雙手 彎下的腰,捧起他父親的首級 歷聖南一看就說 師妹,救我吧,不要看了 按照武林的規矩 有人送來仇家的首級 這確實是一件無可比擬的禮物 芒山派的弟子應該向歷聖南扣謝才對 因此,易仲謀雖然明知道歷聖南這次是有意來刺激的掌門師妹 但是,易只能這樣說 他不能責備歷聖南 誰知就在這陣 谷之華突然間的手指捉出電 一聲尖叫,整個人頭扔了到地 接著,他自己向後打按摩 搭了下去 旁邊有兩個芒山派的弟子一見到 想走過去就撿起那個人頭 誰知那兩個人一點到萬神通的頭 同樣發出獵人心肺的慘叫 他們非但沒有扶起谷之華 連自己都同時踏低 易仲謀這一驚非同小可 賀客當中,有江南醫隱 葉野日馬上急前一步一看 就說,小心,人頭有劇都,不要碰他 歷聖南趁著混亂的時候走出來 然後大聲就叫,谷姐姐,但如我們後會有期 唐經天一看,眼鳴手快,日仰手 三支天山神望就連射出去跟著喝 照妖女,你害死人,你中傷走 歷聖南馬上拔把劍出來 撥落了那三支天山神望 冷笑著說,哼,小掌門,你不用得戚 我了結了這件事,我日後自然會去天山找你 數時遲那時快,唐經天揮劍就攻上 冰川天女,亦都向她發出了冰箔神誕 而這邊,葉野日用的布袋 將孟神東的頭一招招招 再看看那兩個汪山派的弟子 哎呀,早已七翹流血死了 接著大家再看看谷之華 臉色慘白,雙眼緊閉 我未派呂俠謝雲真上前一探她鼻息就說 不怕,還有些氣息 因為谷之華以得呂四娘的內功心法 跟那兩個汪山派的弟子相比就不可同日而語 因此雖然中毒好心,但未會拿命 易中某就說,我記得李森梅曾經送過那袋天山雪蓮給她 快點把那床雪蓮的玉盒找出來 江南伊人葉野日就說 嗯,這個毒藥非常厲害 天山雪蓮只怕難保得一時保不得一世 解雷還須系令人 快點把他姓力他們追回來 逼他拿出解藥 謝雲真就前任丐幫幫主鐵拐仙 女青的老婆 也就是谷之華的私嫂 她性情最急躁 花名叫辣手仙良 一聽這麼說,馬上就叫 易師兄呀,你快點去追啦 易中某一帶頭 各派高手紛紛跟著他追出去 這陣,歷姓林正在圓女館外 和唐經天夫妻又激戰 也見有一幫人追過來就冷笑著說 怎樣啊,怎樣啊 這麼多人黑暗的單身女仔 好,我給你們點顏色看看 這陣唐經天一劍向她刺過去 歷姓林突然將個寶劍高舉 挺空營了上去 任何劍法都沒有這樣故意露出破綻 讓敵人從容攻擊 唐經天一劍,不禁一疾 就在這個電光石火的傾客之間 歷姓林在他劍旁穿過,三袖一帶 只聽到噹的聲 唐經天的遊龍寶劍 跟他老婆的兵塔韓光劍碰在一起 歷姓林卡卡大笑 一劍當中砍下來 在大家的驚叫聲中 唐經天夫妻早已閃開 只見地下有一塊石頭 一劍就砍成兩邊 這個固然是他們夫婦的應變機靈 也由於歷姓林這一劍 只想嚇嚇大家的緣故 如果不是,只怕唐經天多多少少都會受些需要 但原來歷姓林全部得齊了喬北銘的武功被吸 躲起來經過三個幾月的苦練 功夫已經是大勝以前 也就是說今天的歷姓林和三個月前完全不同 雖然比不上有限的幾個武俠大中師 但是比同經天夫婦高出何止一籌 他到現在才施展殺手 只是有意想在大家面前示威 歷姓林這一劍斬斷了半塊石 這樣才把劍慢慢歸超 然後懶得說 唐少掌門 你兩夫妻都不是我的對手 回去告訴你老爸聽 組作準備吧 說多則三年 小則一載 我一定會上天山向他領教的 唐經天生氣得七俏生煙 但是以他的身份 夫婦聯手都輸了給人 如果要上去和大家一起圍攻 那就更加丟架 所以只能他露目而視又閉口不然 那麼再說易仲謀這幫人 多少唐經天夫婦都不夠他打 都疾了在這裏 歷姓林就冷笑著說 易仲謀 我和你們芒山派報了大仇 不惜遠道而來向你們送禮 做什麼 恩將仇報嗎 又這樣對客嗎 易仲謀不知道為什麼 情不致地說一句話說 不是這個意思 不是這個意思 那你們這樣惡事能登 整幫人追我幹什麼 易仲謀這陣想著 不要跟他們鬥嘴 救人要緊 唯有忍著電影就說 力姑娘 你送來了我們仇人的首級 壁派弟子感激得狠 只是壁派掌門 因此中了劇毒 是呀 你們剛才都看到的了 我都沒有向他下毒 他自己不小心中了毒 怪我什麼事 說不可以這樣說 首級上的毒 總是力姑娘你下的 現在我們暫且不論恩怨 只求力姑娘你先賜解藥 哼 解藥 我又說 要拿都不難 不過 你叫他找這個合適的人來 替我拿 你們這幫人 看見就眼冤了 你跪下來求我 我都不會給你的了 拿手先量謝雲珍一聽 早就喝完一條氣了 現在更加潑然大怒就罵 豈有此理話 你這個小妖女什麼東西呀 夠膽目中無人 在汪山派上胡鬧 講完聲道人道 一劍向力勝南又刺過去 那麼謝雲珍一出手 蕭青鋒新隱龍各派高手都被他激怒了 不約而同到拔劍衝上去 只聽到噹一聲 力勝南拔出財魂寶劍 早就將謝雲珍把長劍削斷了 數時遲那時廢 第二劍第三劍又截連而來 一劍將謝雲珍的外衣跳開 再一劍將謝雲珍的裙帶都割斷了 嘩謝雲珍一又驚又羞 又氣又生氣 馬上我的手把裙掩住 這樣才沒有跌下來 否則是真兇 力勝南這陣將我的手一揚 一團五色煙霧向前面一片草地罩了下去 煙霧所過之處 只見原來一片生機勃勃的野花野草 即時變成焦黃枯毀 嘩就算國派高手一見 甚重的一臨 這陣力勝南喝 你們若果再不知進退 不要怪我不客氣 易中謀 你的掌門師妹一時半刻不死 你回去將我的說話告訴他們 說到最後這一句 人已經下了半山 莫說大家害怕那些讀藥 就算去追 根本都追不上 唉 望山、宋山、武當山、天山 那是當今武林四大聖山 現在竟然被一個年輕的女子 是望山派新掌門折任之日大鬧一場 雙人 罵人 侮辱各派高手 然後淡淡定走了 各派高手生氣得幾乎肚都爆了 但是又沒有聲音出 唯有無精打采 然後易中謀就回去了 再說這一陣 葉野日正在看谷之華把脈 他一見到易中謀果父神情回來 不用再問了 一定知道他們失敗而歸 拿不到解藥 葉野日唯有嘆口說 唉 事到如今 唯有都是聽天由命啊 這陣在罐中留守的女弟子 早就把那個藏著天山雪蓮的玉盒找出來 唐經天就說 有天山雪蓮都沒什麼用的了 葉野日就說 姑且都試一試啦 講完把雪蓮拿出來 在碗裡面弄爛它 用一些深酒調韻 一邊說就說 我看這個症狀 谷掌門中的毒 似乎是一種非常厲害的邪派毒養 而且據我所知 那個是早已經沒有人適用的了 唐經天就奇怪問了 什麼毒藥這麼厲害呀 葉野日說 據我所知 三百年前 就是張丹峰 喬北銘同一的時候 有一個邪教 叫做七陰教 你有沒有聽過 七陰教 我聽說過 我派的始祖 霍師祖 在後生的時候 還曾經見過七陰教主 不過那個邪教 當霍祖師在生之日早就消滅了 以後都沒有復興啦 嗯 七陰教 有一種神秘的毒藥 叫做五毒散 我祖傳的醫書 再有這一種毒的症狀 至於這種毒散 是由哪五藥毒物合成 怎樣解法 我真是不知道 據古老傳說 七陰教有一本百毒真經 後來都被喬北銘搶了去 如今喬北銘的武功 已經由孟神通再傳人世 只怕那個百毒真經 亦都被人發現 我估計 就落在這個聖力的女子之手 各派高手一聽 你望我我望你 心裏面都是想 如果是這樣 不知說一個孟神通對死 又一個孟神通出來 易仲謀聽了 心頭更加沉重 但是他還是有點疑惑 那歷勝林正說 還托他傳話給谷之華 照他的說法 谷之華似乎在短期內就不死得 但照現在這樣看 連夜夜日都覺得空多吉少 難道歷勝林騙他 但歷勝林既然有心讀谷之華 又何必欺負他歡喜呢 在那聊天之間 葉野日已經把天山雪蓮 整爛和深酒調韻 謝雲珍接了過來 叫開了谷之華緊閉的牙關 《打了谷之華》 她被捏著 《打了谷之華》 《打了谷之華》 吞到肚子裡 吃了藥很久了 谷之華依然昏迷不醒 默色都不見好轉 唐經天就說 天山雪蓮本來就是最好的解讀性藥 這樣都不行 葉野日就說 不是天山雪蓮不行 這個是因為他的生機已經差不多停頓 氣血不能夠運行 就算是起死回生的靈藥 只怕都不能見效 所以我剛才說 只能夠姑且一時 唐經天有些急就說 可不可以跟他打通經脈 幫他氣血運行發揮藥力呢? 難啊 難啊 除非是請得另專前來 以他絕頂的內功相助 或者還有一線希望 而且就算是這樣 都只能暫時保存生命 要想醫好解讀 就真的要得到對症的解藥才行 易幫主 恕我直言 貴派掌門的病 現在 非一般人可以挽回 還是請你們準備後事吧 易中謀這陣神色慘言 心痛如搞 望山派那幾個女弟子 更加忍不住 嘩嘩一聲就哭了出來 易中謀心戀如麻 煩憂交集 他拍著個心口叫 三個月中 兩位掌門終於不幸 難道 是我望山派氣雲當碎 就在這一陣 突然看到外面人聲沸騰 腳步聲 吵鬧聲 亂成一片 易中謀火軍都說 豈有此理 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咦 我們望山派真是說不話 他以為又是有什麼魔頭 繼歷姓林之後上門鬧事 所以激到個臉 青黑色 再講 金世衛在十分憂鬱的心情下 過了三個月 他幾次想上望山 都因為時機未到 終於忍住 直到聽到谷之華已經康復 並且已經發出請貼 定期接任掌門 心情才稍為好些 他暗暗心想 風波已過 上來 他的心情也都漸漸恢復平靜 心為他中展已經回到天山 我現在就算在人前露面 應該都沒有什麼大礙 我是時候去探一下他 他都猜到自己的出現 一定會引起轟動 所以他就不想在典禮進行的時候 作為一個奔客去建谷之華 他在汪山腳下徘徊了很久 直到日影當頭 聽到山上舉行大典的鐘聲 這樣才慢慢登山上來 到底 到底 現在外面鬼殺這麼吵 是誰來呢 是不是金世衛 因為力盛藍再回頭呢 肉之後事如何 明天 再說 再說